声音够吗 哈雷流亚 感谢赞美主 我每次回到学校里面 我的感觉就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在我在我在美国生活的最后的两年 当然现在又回到美国了 我最愉快的两年 在我一生里面最愉快的两年 就是就是像各位今天在这边生活的时间 最愉快的两年 哈雷流亚 我那个工作辞掉了 我很感恩 那时候我在另外一个教会 就是刘牧师的圣平和那边给我一个part time 然后我full time就在学校里面读书 白天读书 要不然就去在一个很好的一个侍奉环境里面工作 然后晚上就回来上课 真的好高兴 并且同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彼此相爱 彼此帮助的这种感情 是我终身难忘 今天我就以一位树林的伙伴的身份 也许我年纪可能是最大的 可能跟吴长老可能差不多 不过吴长老还比我年轻 我 哈雷流亚 我跟吴长老也是以前在台湾 我们是同时期 所以我就以一个树林的大哥吧 这样一个树林的伙伴的这么一个身份 那么一个同学 学长的身份 跟大家来分享 我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神能够给我机会 特别是院长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真的是非常感恩 那我就在想他告诉我这个消息 吴长老告诉我这个 我在想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后来我想 哎呀 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吉利 我就分享一点 我自己这么几年 很短的几年走过来的一些感受 我就分享这个 就是 就是一个见证 里面也穿插一些见证 但是主要是一个 我想到今天在这边 不是在教会里面跟这个会众 做一个讲道 而是跟我们同学 学弟学妹 这样做一个 一个劝勉 一个安慰 一个吉利 一个鼓励 一个造就 阿们 哈利路亚 我想到一些经文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看 我分享之前 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是独行歧视的神 你是如此爱我们的神 主啊 你真的是 把我们从这个黑暗中拣选出来 从雾泥中拣选出来 主啊 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来认识你 能够让我们来 传扬你的福音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今天早上这样一个美好的聚会 我们大家能够在你的里面 彼此来分享 来一起来敬拜你 赞美你 来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 求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 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 凡事说的 听的 主啊 你都来告摩 主啊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 我们珍惜每一刻的相聚的时间 珍惜每一刻的 我们可能会聆听你话语的时间 主我们这样祷告 感谢 都是奉我们亲爱的主 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Hallelujah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 高言大致 不是什么 这个圣经里面是很难懂得什么经文 我想这个不是由我来做这件事情 我就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 那么希望在这个中间呢 也许大家会有一些思考 有一些共鸣 有一些回忆 今天主要的一个经文就是这段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但是我特别感受到 这段经文 在我们这个传道人 或者是未来的传道人之间 这段经文的重要性 这篇经文我们常常读了 可能就是一般的信徒也读了 读了以后就 很好讲得很好就过去了 但是我特别有个感受 今天跟大家分享 从一个这样传道人的这么一个 从一个门徒的这么角度 我们再一次的来看这段经文 Amen Hallelujah 我们一起来念 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Amen Hallelujah 当我们一段的念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不想各位弟兄姐妹心里的感受 我的心里的感受就有一股温暖的 一个热的一种 神的一个爱的一个吉利 这样来再一次的打动我们 这个是通过保罗 传扬讲出来的一句话 其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门徒的一个劝勉 大家知道 我们主耶稣基督 召我们 不只是要我们得救 Amen 得救只是第一步 召我们来是要我们做门徒 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要我们来传扬祂的福音 所以我再一次的跟大家 一开始就讲这个 主耶稣召我们来是做门徒 Amen 各位都是门徒 我们都是门徒 刚才院长已经很简单的 给我自己做了一个介绍 我很感谢院长 他真的是很看重我 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晓得 我特别感受到感谢院长 他对我的这样一个器重 帮助 这些年来的一些帮助 神的大手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往往 弟兄姐妹 我们往往 我们要停下来 去思考神的恩典 有时候你思想 我十年以前是什么光景 我这是过去十年 有些什么事情 如果没有神的带领 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们要常常思念这个 我自己学会就常常思念这个 神的恩典不是只是昨天的事情 神给我找到一份工作 神让我买了一个好车子 不是 神的恩典是要我们知道 祂是在创始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 阿们 所以祂对我们的预备 是至少对我自己来讲 是从小开始 祂已经在预备我 包括在我年轻的时候 给我撒种 在初中的时候 让我知道这个耶稣是谁 跟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来读福音 我是在中国出生在台湾长大的 一出生就到台湾去 初中时候我就 我就在读约翰福音 那时候 我没有信 那位宣教士是一位长老会的宣教士 非常好的一位美国白人牧师 很奇怪 这个我跟他 我跟他相聚那么多年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到美国来 我还帮他翻译 帮他写东西 抄东西 他没有跟我说 拉过来 我跟你传福音 你要不要信耶稣 他没有跟我讲过这一句话 我心想 如果他讲了这句话 我很可能在二十多岁时就信了 Anyway 这是神的一个美意 神的一个美意 我到了美国以后 刚好赶上这个 现在闹得很凶的 这个什么 保卫钓鱼岛鱼 这个事情 各位 你看我这个年纪 我这个年纪是 当初在1971年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第一批的 这个留学生 就跑到街上去 示威游行 搞到后来 我的研究所的工作 研究所的学位 这个博士学位 我都后来没有读完 我是在台湾最好的大学 毕业 到美国来 我是读物理 到加州大学 最好的美国大学之一 正要开始读 我要 憧憬有一天 我要得诺贝尔奖 我这话不是白说的 真的是有这个可能的 哎呀 我要做研究 有一天我拿到本 讲多好 这个钓鱼台 我们叫钓鱼钓鱼台 一下子这事情就爆发了 这下不得了 我们这些年轻人 砰就跑去 商界 实为游行 这个事情在国内不晓得 那时候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间 但是这个也是神在预备我 预备我一个中国心 让我能够了解中国大陆 我们在台湾长大 你哪能了解中国大陆呢 一听到大陆你就害怕 你就是共匪 我想那个小文是在台湾长大的 小文年纪比较小了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在台湾 这是一个禁忌 这很可怕的事情 很可怕的 白色恐怖很可怕的事情 像拿去枪毙的 我长话短说 因为这个运动让我了解中国 让我激起一个中国人的 这么一个民族心 同胞情这样子 所以开始对中国了解 开始对中国认识 并且培养这些感情 这个是神的一个美意 Amen 这个是多少年了 四十多年了 之后呢 我还是很顽固 还没有信 有人传福音给我没信 一直到我五十多岁 哈利路亚 刚才院长说 舍后到了 舍后到了 神护照 神拣选我 拣选我 那时候还没有说 要我去走上一个传道人的道路 但是他拣选我 后来我就信了 我就得救了 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看到了 一方面我看到了 这个世界上这个败坏 没有希望 没有出路 包括台湾 包括大陆 这个政治的情况 好混乱 尤其文化大文明之后 在中国 特别是后来又经过一次六四的事情 这些事情我都参与过 我都参与过 并且是很积极的参与过 所以 所以到了后来 到后来真正 引导我信主的是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罪 Amen 我今天不多讲这个 就是看到自己的罪 各位弟兄姐妹 以后你们要去传福音 要领教会 我盼望各位传福音到最后一定要讲罪 一定要讲罪 你不讲罪 这个人得救的 他得救的不彻底 真的是不彻底 Amen 我今天就很感恩 刚才院长已经介绍 我就不多说了 首先我想 希望通过这一段经文 把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是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这个要琢磨的 什么叫忘记背后 我的感受是忘记背后 有三个方面 我们要忘记背后 第一个 你过去的罪 神都已经赦免 第二个 过去的生活都让他过去 第三个 对世界里的追求都要摒弃 这第三是最难做的 都是最难做的 过去的罪 神都已经赦免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自己可以做一个见证 当我要受洗的头一天晚上 我们教会的牧者 说你们今天晚上回去 要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把你所有的罪写下来 好好跟神认罪悔改 我做了 我真的做了 感谢主我做了 我如果不做了这件事情的话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不会走上这一条传道人的 甚至于 我不会走上传道人的道路 我基督徒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受洗 我就把我所有过去的 做的 我自己记得的不好的事情 一条一条写下来 然后我向神认罪悔改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 我的妻子 我不晓得那天我让他有没有做 他在另外一个房间 我当我向神认罪悔改 念到还不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已经痛哭流泪 痛哭满面 我念不下去了 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圣灵 已经在感动我 感动我 看到光照我 看到自己的这样子 我后来心想 耶稣是我们的罪 而死在死之下上 神要拣选我们 我们如果自己不承认自己有罪 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就好像目前世界上 外面很多人 他不信耶稣 因为他不觉得他有罪 而是当我们真正看到 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 你才知道 我不管我是中国人 美国人 韩国人 我要信耶稣 他是我的神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 我第二天 我完了以后 我心里很惨快 第二天一早 很高兴的去收洗 完了以后 这么多年过来 我今天收洗 我时间说老实话 比各位比起来 可能还没有各位的 很多时间长 差不多十几年 十四五年 但是呢 我在这段时间 我特别是在这段时间 我对过去的 我的罪 不再会提醒我 已经离开我 这是什么 因为神已经报告 你的罪赦免了 他不光是一句话的意思 不光是一个形式 而是在实质上 他已经赦免了 所以你不可能再想到 你以前的这些事情 这都过去了 已经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来讲 如果你 弟兄姐妹 如果还感到自己有罪 还受到这个罪的挟制 做罪的捆绑的话 你要向神祷告 可能要通过圣灵的光照 来提醒你 忘记吧 神都早就赦免了 也很可能可以通过 这个内在医治 深度医治的方式 你不要小看这个内在医治 它是有它一定的 这个道理在里面的 就是从 让圣灵来帮助 来医治你 圣灵来释放你 重新出来 从这个过去的里面出来 所以这第一个 我想跟大家讲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是基督徒 甚至于传道人里面 还有这种捆绑 各样的一种捆绑 有没有可能 是有可能 有可能 我记得我当初在丰收 我很感恩那两年 刚好这个梁琼玉牧师 跟吴廷牧师 是在我们这边教书 他们两位的课我都选了 并且我对他们得着很多 他们常常为我按手祷告 蹦 倒在地上 大家不要小看 常常有被按手祷告的这个恩典 梁牧师那时候跟王院长说 你们所有的传道人 每一位我都给你们捷径 感谢主 结果我排妹 我一开始我还有点怕怕的 后来心想 哎呀不怕 但是因为这报名的晚了一点 到后来 来不及了 学生太多了 我没有被内在释放过 感谢主 后来 后来我安排梁牧师到国内 就是到我住的那个城市 那个教会去 特会 他说 他说 Frey 他说 我有一件事情我没做 我今天一定要成全你 我要跟你做一致四方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的一致四方 是在国内做的 并且是他的同工帮我做的 他说 你看起来你清洁溜溜 你也没有什么好一致四方 第二个 过去的生活都要让他过去 这句话怎么说呢 就是说过去 你欠别人的 别人欠你的 我就用这一个例子 你要让他 你要解决掉 要完全解决掉 你过去 不管你今天什么光景 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了 你过去的 在生活里面的一些亏欠 你要把它解决掉 别人对你的亏欠 Forget it 完全忘记 饶恕 Amen Hallelujah 这样的话 你就完全得到自由 完全得到平安和喜乐 我最近做个见证 我最近在国内 我一月份才去国内 刚回来 一月底回来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听到 我听到这个 我以前在我们那个地方同工的 团企同工的一位老弟兄 这位老弟兄后来因为 他不相信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中 他后来对我有点意见 后来他离开了 他回到上海去 我忽然听到一个消息 我从另外一个弟兄那边 说他得了胃癌 我心里面好难过 后来我马上就问他的电话号码 我就跟他发了信 我说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 我们都为你祷告 我们这边的团企的地方 我们都为你祷告 希望你神能一致你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为我以前 曾经对你的 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团企里面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对你讲话 有些不客气的地方 我表示非常的抱歉 非常的抱歉 因为这位弟兄 他是一个很直的人 他有时候做事情会犯错 那我刚好有些事情管着他 在团企里面 他有时候讲话 会讲得有点出现 你懂我的意思吧 他查经分享会有点出现 我那时候我 我现在可能还有 那时候我就非常的自以为是 你这句话讲得不对 结果当着这个团企的弟兄姐妹 我就这样说他 真的这样讲得不好 他心里面很难过 为了这个事情 我当然会向他道歉过 但是我这次 我再次为他道歉 心里面有种感动 我再次道歉 向他道歉 那么他也接到这个道歉 所以我四五月份再回去 我可能会去上海 我要去拜访他 过去的生活 都让他过去 都让他过去 对世界里的追求 都要摒弃 这个就不容易了 这个不容易 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耶稣讲过 在马可福音里面 他讲过 他说 为我和福音的缘故 你们要撇下房屋 弟兄姐妹 父母 儿女 天产 你这样的话 你在今生得百倍 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 说你在来生得永生 所以可见了 我们的主耶稣很看重这些 对于世界上的一些事情 你跟他的关系怎么处理 我也再举两个小例子 我离开 刚刚院长说 我离开工作 我从这边工作 我到东部去 我以前我们住在Sartoga 各位知道Sartoga 这边实在是 Cupertino学区 算是非常好的一个住宅区 我们家里后面有游泳池 后来我临走的时候 也不晓得神的感动怎么样 我当时候就觉得 把房子卖掉了 我以后也不会回来了 我以后回来 最多我到一个什么地方 租一个小 买一个小房子 或者租一个apartment 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 我搬到工作 搬到东部 我还会回来 我还会 就是说在退休之前 还会回来 没想到 就处理掉 不要了 当时有的人就说 你不要卖 Sartoga房子 你卖了以后 你绝对买不回来的 我卖的时候已经一百多万 后来我就卖掉 后来我感谢神 如果我当时没有卖掉 Sartoga房子的话 我不晓得我今天 会不会这么 比较洒脱的 走上一条传道人的道路 Amen Amen 真的是这样子 我儿子 后来他事后说 爸爸 你为什么把那房子卖掉 因为他是在那里面长大 有感情 我后来想 算了 这个 我当然有点歉疚 但是想想看 彼得前书里面讲过一句话 我们怎么样 我们都是在世上寄居的 Hallelujah 我们要存敬虔的心 度你在那世上寄居的日子 所以说我们对世界里面的事情 真的 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30多岁的时候 我不是那种很追求物质的人 但是我刚做事 哎呀 我买了一辆这个 这个白色的Buick 好高兴啊 是全新的 那时候刚做事 有点钱了 那个Buick不是什么好车 不是什么贵的车 就到了30多岁 40岁的时候 我那时候梦想 哎呀 有一天我能够买一个BMW多好 真的好啊 这个男孩子很喜欢BMW 这个马力足 这是我在30多岁40岁 有一个这么一个想法 现在回想过去 我就笑一笑 我看到有人开BMW 我笑一笑 Looks good 很好看 很拉风 我能坐一坐 我这次回去 在1月份 我们有一个同事 他有开买了一个BMW 哎呀 我坐一坐 我说够了 我坐一坐就行了 这个 这是一个我们作为传导人的一个 我不是说在你面前好像这个这个炫耀什么 而是说我是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就是在世界上的事情 有的时候就会就会就会不会把你拉住 我们下一个章 好 忘记背后这三个方面 我我想跟大家分享 再下面一个就是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呢 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也包括我自己 也包括各位弟兄姐妹 哎呀这个面前的这个 我们曾经有一句话说是 这个眼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未来事情还不晓得 眼前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要抓住眼前的每一刻每一秒 对吧 我们都知道 那么努力面前 我的感受是什么 是有这三个方面 是比较重要的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建立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各位不要小看这两句话 我们很多基督徒 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 甚至已经二十年三十年了 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很多的价值观都还是什么 还是旧的价值观 可不可能啊 可能的 真的可能的 真的可能的 人生观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人生观是什么 我们不用讲 大家都很清楚 对吧 我们基督徒人生观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造的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要得救是神的恩典 我们有罪 我们被耶稣基督保血所遮盖 所拯救 我们得救 然后我们要传扬福音 我们爱神 我们要荣耀神 这是我们的人生观 并且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是有什么循环 轮回什么东西 这不是我们的人生的 对人生的看法 我们在世上活着 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要最好的活出神的荣耀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喜乐 所以一切的恩典 丰富 神都会给我们 然后要帮助别人 耶稣 耶稣他在马可福音里面讲 他说什么 说我来不是被人服侍 我来是服侍人 这也是一种人生观 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我的感受 在中国目前 还有最大影响力的一句话是什么 是毛泽东当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为人民服务 对 毛泽东在老三篇里面 今年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一共一三 那为人民服务 他今天还有具有巨大的 我怎么说 在人民 在中国老百姓中间 还有巨大的一个感染力 跟一个相信力 为什么 他其实这个 文人民服务 其实跟耶稣讲的是 耶稣讲的最终的一个 就是我来是服侍人 我们来是服侍人 所以我常常会想到 中国有很多事情 最近又提出来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会觉得奇怪 我为什么 为什么在 为什么在做一个传道人 还常常讲这些 世界上的政治的事情 我们讲政治事情 不是我们要参与到这个里面去 变成好像当初的奋进党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我们要关心这个社会 要知道怎么样去传扬我们的福音 最近 不是说我们要参与政治活动 而是说 而是说我们心里面要有这个 要了解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最近我看到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 最近提出来叫做什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谁听过这个 弟兄他们还是比较 就是说还是 我们有些关心的事情 还是可以关心 不是说我们要去搞政治 这个核心价值观很有意思 它有12个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你可以好好去研究一下 你可以从里面 可以做一些分析 你会发现到最后 我们的 它最终结底 我们的神的一个价值观 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掌控的价值观 你这些价值观到后来最终说底 都可以追溯到我们神的一个价值观 Amen Amen Hallelujah 从这个角度里 这个传福音就大有文章可以做 Amen Hallelujah 就是说价值观 刚才我讲的也牵涉到一些价值观 就是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对世界的看法是什么 对于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对我们时间的使用是什么 这些都是属于一些价值观 那这个 这个在格林多后书10章 这边有两句经文 我顺便来提一提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可能 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 格林多后书10章 这两个就是兼顾盈磊 兼顾盈磊 我来念 10章 太好了 感谢主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兼顾的盈磊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哇 保罗真的了不起 他是在外邦人传福音 并且是在外邦人这些 高 就知识分子里面传福音 他知道这个怎么样去 打破这个兼顾的阴磊 当时的兼顾的阴磊 就是在 不是信神的这一些 这以外的这些的 这些的价值观 这些哲学观 这些这些人生观 这些都是兼顾的阴磊 我们中国有没有兼顾阴磊 哎呀 中国的 中国兼顾阴磊太严重了 我们在中国要传福音的话 你就发现 中国的兼顾阴磊太严重了 这个刚才也跟价值观有关系 也就是刚才这样保罗讲 我们不是输血 我们不是用血气 但是我们要把兼顾阴磊都攻破 保罗在讲跟兼顾阴磊 不是说真的是有个暴雷 要把攻到那个暴雷里面去 好像要把耶利哥城打进去 而是说要把那些 控制的让人离开神 拦住认识神的那一些文化哲学 所有的东西 你该把它攻破 那要 我们如果要攻破这些的话 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都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怎么去攻破那些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我们自己的人生观 在神里面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建立起来 我们才能去攻破那些 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时候 文元长前上个礼拜给我一个叫做加弥山论坛 觉得很好 他的可能你没有问题 他的阻止是什么 阻止就是说文化 道德文化跟基督教的影响 这个题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在中国目前是非常及时的 因为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精神文明的建立 道德文明的建立 物质大家都享受 美国什么好东西 什么什么日本什么好东西 大家屁的啪的马上就买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文明 这个精神文明 真的是继续建立 这个责任 其实也就是加尔文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 我们不是为了要道德而道德 我们是为了要被得救 要有永生的能够建主面 能够喜悦神而道德 但是道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是我们整个基督教文化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这些事情我想提出来 大家都可以思考 都可以思考 像这个嘉明山论坛他所提出来的 现在是时候了 现在中国是很缺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大力反腐 几乎反不下去的时候 要提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他也看到 中国人的领导 他也看到这个问题所在 然后下面我想讲的就是 努力面前最重要的就是 很简单 读经祷告 特别是读经认识神 更多的认识神 然后得到装备 像各位弟兄姐妹在这边得到装备 并且了解神对我们的一些期盼 这是我们面前所要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面前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抓住这个时间 来尽大可能的来认识我们的神 光读经也不行 要上神学装备的课 因为有的时候读经读到后来也不懂 前后亮观不起来 没有系统 所以我们来得到神学的装备 我记得我当初 我当初受洗以后 我很渴慕 我自己一个人就读经 读经读到后来读罗马书 我的天哪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家里面啃着罗马书 有没有完全啃懂 没有完全啃懂 但是对我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 不久之后 很感谢神 弟兄姐妹把我介绍到 丰收神学院 我一来丰收神学院 我那时候 每个礼拜天 听二十分钟讲道 每天 每个礼拜 星期五晚上 查经 就是查这么几个经文 哎呀 真的不够啊 不够啊 后来我倒是奉了神学 哇呀 感谢主 我马上就是 哇 那个草就是 啪啪啪啪啪 拼拼吃啊 吃不完呢 感谢主 我还记得我第一门课是读这个陈胜神学 你们选了陈胜神学没有 太棒了 陈胜神学太棒了 这个门课你在一般 就是说你自己是找不到这个材料 那个对我的生命的帮助是太大 然后呢 下面跟大家分享两句 就是切实活出神的命令 依靠圣灵更加每日来请进神 那么我在这个 我就只用一段经文 好吗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怎么说的 他说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是太丰富了 第六章有很多人是太深奥太丰富了 包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的肉是可吃的 我的血是可喝的 太丰富的道理 那个一引用起来那个讲不完了 所以我就引用一个 这个比较简单的 就回到前一章 叫人活着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我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叫人活着的是灵 是灵 包括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生命 我们这个灵 也包括我们得救以后的圣灵 内住到我们里面 被圣灵充满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着 得到永生 都是因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哪怕神的灵还没有进来之前 我们活着的也是我们自己的里面 在一个灵 但是我们得救以后 这边讲特别是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重视圣灵跟我们的关系 肉体是无益的 肉体是无益的 然后耶稣接着说 这是耶稣说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句话太宝贵了 哇 这个福音书的 可见的福音书 包括所有整本圣经 神的话是多么的宝贵 我最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体受 我最近这一年 什么体受呢 就是我们光读圣经 光背圣经经文 是没有用的 你不行出来 不活出来 是没有用的 阿们 我们婴儿喝奶 喝奶以后婴儿会 慢慢长大了 我们基督徒 要喝灵奶 我们才会长大 而这个喝灵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神的话语 然后要醒出来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想分享的一个 就是说 不是说只是知道神的话语 不是说只是背神的话语 而是要醒出来 要醒出来 知道神的话语 行出来 你的灵命才会长大 阿们 哈利路亚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圣灵跟神的话语 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的来源 我们生命为什么能够长进 是因为我们听了神的话 然后把它活出来 是依靠着圣灵把它活出来 感谢主 我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 最近比较深的一个感受 当我们不重视圣灵 当我们把圣经的话都读了很多 然后你却不去注意把它活出来的时候 你的灵命不会增加 或者是说增加得很慢 或者是说你会很枯干 或者是说你会很纠结 或者是说你会变得很律法主义 常常就看到别人 就批评别人 这样 所以这个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要活出神的命令 各位还记得马太福音 登山宝训里面 到后来又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总结 他说什么呢 他说遵行 我这个圆文 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 他说聪明的人是怎么样 就是有了我的话又遵行 这个人是聪明的 就好像把房子建在什么 汉市上 风吹雨打 不会倒 但是如果 反过来说 你有了我的话 你不去遵行是什么呢 就好像把房子建在沙上 风一吹雨打 就垮了 并且垮得很厉害 这句话跟这句话合在一起 我们就了解神的意思 了解耶稣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行出来 你不行出来 那个话是 没有 是律法 是律法主义 所以我们努力面前 我觉得我跟大家共勉 包括我对我自己的共勉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 就是要活出来 要活出来 圣经读了 神要我们做这个 我们就要把它行出来 靠着什么 靠着圣灵 若不是因着圣灵的关系 你行出来的会很艰难 会今天很勉强 但是因着圣灵的关系 你行出来就很自然 就很自然 这样越来越多 所以说为什么说 耶稣说我对你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句话真的是值得我们 深深的思考这句话 好深啊 这句话真的好深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就是耶稣的话 不是叫我们来讲一讲 说一说就完了 好像任何的哲学 任何的伦理学 伦理学太多了 中国有很多的伦理学 孔子梦子很多好东西 问题是它跟我们生命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的神 祂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们一旦行出来以后 那就是我们的生命 好我们看最后 最后一个 因为时间 我就要加强 这是努力面前 我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 完全整理掉 完全开始整理 任何价值观 然后呢 抓住时间来认识神 去执到装备 然后能够把神的话 能够行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看第三 不是最后 第三方面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就是 这句话 刚才已经 再往前 对 哥林多后述 这个我已经跟大家 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我们中国的 坚固引力是很深的 我们作为传道人 我们面对我们的前面的使命 就是这一代了 就是这一代了 弟兄姐妹 我年纪比较大了 我想要赶搭最后一班车 能够多做一点事情 你们在座有很多 都很年轻的 二三十岁 三四十岁 就是这一代了 神就要使用 这一代的基督徒 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 把更多的中国的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坚固引力 把它打破 要装备 因为中国的坚固引力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们平常 我们可能不走进去 你一旦走进去 哇 你就被他们拼了碰碰 就把他们被甩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就要打进去 我们就要走进去 包括现在我看到 这个加密山的 这个道德文化 跟这个基督徒的关系 它形成一个风气 中国现在缺少这个 这是一个vacuum 这是一个空的 目前在中国的 整个的这个文化 这个精神为民领 这是空的 大有文章可做 在这个方面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就是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这个就牵涉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灵命的近身 和我们的服侍 现在标杆直跑是指着什么 是指着我们的灵命的近身 和我们的服侍 Amen 这每一个都有关的 忘记背后 我刚刚讲了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忘记背后 我们要忘记世界 忘记世界 努力面前什么 价值观 过去的老的价值观 丢掉建立新的价值观 所以它有关联的 然后这个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就是牵涉到我们的灵命近身 努力面前 也就已经牵涉到灵命近身 也牵涉到一些服侍 但是主要还是灵命近身 然后到了向着标杆直跑 那就是灵命近身和服侍 在我们灵命近身 忽略灵命近身的光景之下 拼命去做服侍 不健康 真的不健康 你会碰到很多问题 你会碰到很多挫折 你会甚至于灰心一览 但是当我们的灵命 在不断地往前走的时候 你的服侍就很甘甜了 哪怕一点事情 你碰到以后 你就笑一笑撇开 继续往前走 所以说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要饥渴慕依 要饥渴慕依 这靠什么 靠圣灵 要靠圣灵 让我们能够饥渴慕依 我觉得我自己的 我的这个向着标杆直跑 我的第一 我的起跑是什么 我先想想看 我的起跑就是 我自己在家里面 K这个罗马书 那是为什么 那是 我那时候 我先想想看 我的确是有点饥渴慕依 我不敢说我很饥渴慕依 但是有点饥渴慕依 在家里啃罗马书 但是跑的时候 会不会累了 会不会要休息 肯定要会累会休息 对吧 那我觉得罗马书十二章 一到二节 这句话讲得 讲得非常好 我现在就来读一下 我没有放在那个slide上面 我来跟大家读一下 罗马书的 好 我这边也有了 感谢主 好 罗马书 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两段经文可以作为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一个座右铭 一个座右铭 就记得这两句经文 就是向着标杆直跑 就是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让我们的心意更新的变化 靠着什么变化 靠着神的话语 靠着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 然后我们的身体整个线上了 哇这个光景已经是一个 就是一个尾声的一个境界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是表示一个尾声的一个境界 就是我已经属于耶稣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走上这条传道人的道路 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当初读神学是怎么的 我不是说主啊我要做传道人 我得到呼召了 主啊你来装备我吧 好我就进到 我就光光绵绵的从大门进来说 不是的 有的神学院是这样的 有的神学院说你没有呼召 你没有什么都还要查你的背景 你没有资格到神学院 有的神学院是这样的 感谢神我们丰收神学院 没有挂这个门槛 如果丰收神学院挂这个门槛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Amen Amen 我进来的时候糊里糊涂进来 我就是想要多了解一些圣经 谁晓得我在丰收神学院这两年 我做事后来我又要回来 我放不下 我要回来读 然后又过了两年 后来神的带领就真的是感谢神 大家不要小看我们在丰收的 大家不要觉得我的光景好像还不怎么样 我不是说你们有这种光景 我说万一你们有这种光景 我自己一开始到丰收也是这样的 我忽略忽略在旁听的 神的大能是 祂的意念是超过我们的意念 祂的拣选 祂的呼召是没有后悔 Amen 哈利路亚 好 最后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 哥林多前书三章12到13节 哥林多前书12到13节 这也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 哥林多前书 好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实验个人的工程 怎样行 这是哪一节 这是三章的第13 12节 OK 两个都有了 OK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实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我最近特别感受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 施工的服饰的施工 因为这一件是讲的 像标杆直跑 一方面是灵命近身 一方面是服饰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工作是金银宝石 那些草木和谐的事情 我们尽量少做 不要做 因为我们那些事情 把我们的时间浪费掉了 但是在神的面前 不一定是最得到喜悦的事情 不然的话 神不会这样告诉我们这句话 就是说 你那个金银宝石 你火烧过去了以后 你工作都在那里 但是草木和谐 一股火烧过去以后 啥都没了 我们可以思考 我自己也在思考 我现在在服饰 哪些事情是金银宝石 哪些事情是草木和谐 甚至于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个 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 就说我是为了我的旨意 还是为了神的旨意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旨意 那是你为了你自己的一个荣耀 那你为了你自己的荣耀 但是如果真的他的旨意行 这人没有不义 在他是真的 因为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行 所以说这一点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时间是很有限 有的事工整天忙忙忙忙 结果到后来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蛮热闹的 好像在世界上我得到一些赞赏 得了一些荣耀 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 那个是经得起火的吗 所以这一点我跟大家分享 最后我就 这个相当标杆直炮 就是这两个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灵命跟福事上面 特别是最后就是 像在标杆直炮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就是 我们是要以金银宝石为材料的工程 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 然后靠神来感动我们 靠圣灵来感动我们 有时候我们自己搞不清楚 我们祷告 求圣灵感动我们 我做这个工 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是得喜悦的吗 还是说浪费我的时间 还是说我在世上可以得到一些 对我的一些荣耀 对我个人这个传道人的荣耀 还是说真的是神得到荣耀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思考 最后要得神的奖赏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驱动力 这是一个驱动力 这是一个驱动力 没有这个驱动力 我们会 就好像这个奥林匹克现在在俄国 苏起很多热闹 那每个人他搞了后来他为什么 他想要拿金牌 那当然他不是全部为了拿金牌 但是他哎呀我如果能拿金牌多好 我要拿金牌 我要得到一个奖赏 同样的我们在世上做工 我们也要得到奖赏 我们的神是很实际的 是很practical 他不是虚伪的 他不是虚伪的 像有些哲学很虚伪 你做那么多事情 我不会 谁都不会 也不会你自己 这个是很虚伪的 我们神说得很清楚 你要荣耀我 我爱你 你要荣耀我 那我们 那怎么荣耀 我们荣耀他以后 他会 他说什么 我给你奖赏 什么奖赏 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 然后林区前书三章十四节说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我这句话讲得太清楚了 我们做金银宝石的工作 如果存得住 如果被火留下来 我们要得奖赏的 要得奖赏 这是神的奖赏 这不虚伪的 我们不是说 哎呀我们做基督徒 我啥都不要 我啥都不求 那个事情虚伪的话 我当然要求 我希望神高兴 我希望神 我能让我爸爸天赋 我能够高兴 Amen Hallelujah 然后我们要切切追求 那复羔羊婚宴的时刻 我们 在启示录 读录 读完以后 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复羔羊的婚宴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复羔羊的婚宴 不是每个基督徒 都能够复羔羊的婚宴 但是我们要追求 那能够复羔羊婚宴的时刻 这个是最大的 这个是 这个就关乎到你信不信 如果说 嗯 我不太确定 这个末世 我以后会怎么样 去哪 然后怎么 耶稣会来吗 然后我跟耶稣 耶稣怎么来 我到哪 弟兄姐妹 我相信你们都很清楚 我们真的要信 确确实实 一个折扣都不大 我们有一天要赴高兴婚宴 Amen 这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现在在今生 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 做事要得到神的喜悦 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正有活的神 我们做什么事情 他都知道 然后当我们结束 或者是说神来的那一刻 耶稣再来的那一刻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就是要复羔羊婚宴的那一刻 Amen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力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哎呀我就想到这两个 你就可以从软弱变为高强 靠着圣灵从软弱变为高强 我们人在世界上都有软弱 包括传道人 包括都有软弱的 不管是家里面 或者是服饰上碰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不要 在这时候就要仰望神 单单仰望神 神会 圣灵会给你力量 不要因为 在世界上的一些软弱 一些困难 我们就变得就 就慢下来了 或者就是 就 就偏离了 神原来要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 最后 有一个钥匙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依靠什么 要依靠什么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刚回来 在中国 我觉得很受鼓励 因为太多的机会 太多的羊 他愿意来听 并且有机会 让别人能够得救 受洗 我这次一月份 我有为两位弟兄姐妹 受洗 然后回来以后 但是在中国的时候 我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现在开始 因为中国的物质 开始提升了 就是说在这个 在传道人里面 在基督徒里面 就要特别要注意 就是让大家要追求 追求一个神 追求一个灵命的一个精神 而不是慢慢走向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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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这个 成功的一个哲学 成功的一个神学 或者是说 我自己要求丰盛 我信耶稣就是为了 求自己求丰盛 当然那个是OK 因为神会赐给你 但是那个不是 我们主要的目的 到了美国以后 回到美国 因为我是在这边 待了四十多年 我从学校一毕业 研究所一毕业 我就在这边工作 在身后在这边工作 这个地面天气好 气候好 哎呀 这个高科技的人多 钱多 房子住的也很舒服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一块 这个世界的隐忧是很大的 世界的隐忧是很大的 我们往往 我们往往我们做传道人 我 我也提醒我自己 我们不要走上一条 在世界上 让别人看到 就好像我 我做了为了让别人看到 我自己也这么走过来的 我虽然不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创业家 什么企业家 但是但是在公司里面工作很多年 在社会上也做了一些 公义的事情 当然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名 但是这个里面的隐忧很大 往往你做事情 就会为了那个名在后面 你知道吗 为了一个名在后面 你就愿意 包括基督 包括基督徒 做到后来 后来你自己分不清楚 我是为了我神在做 还是为了我自己的名在做 要注意 尤其是在湾区这个地方 真的要注意 我是在那边 我是在那边 我1970年就住在这里 毕业以后在那边工作 1978年 76年 78年开始在那边工作 我知道这个地方 就是说他这个隐忧是很大的 但是那个 不是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 你是要依靠神的灵 《撒加利亚书》四章 大家都很熟悉 我不是靠着势力跟才能 那是靠着我的领方能成势 真的要靠这个神 然后《菲利贝书》四章这一段话 我有一次读了以后 我就流泪了 真的流泪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我不晓得那是为什么会流泪 可能是碰到一些困难还是怎么样 到最后我忽然间读到这一句经文 我得到好大的鼓励 我就抓住这句话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就是神 就是耶稣 就是圣灵 祂给我力量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 然后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生命是会被改变的 我当初 刚刚委员长也介绍了 我当初糊里糊涂的到时候 神学院来旁听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我今天会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很感到感到很亏 就是说不晓得我是不是值得再这样做 但是我有一点我很清楚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在需要的地方我尽量去做神的功 并且真的尽量去做精英宝石的神的功 求神怜悯 所以生命是会改变的 我当初我没有想到 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是一个很多缺点的人 脾气很大的人 但是感谢神 因着神 因着圣灵的帮助 因着圣灵的帮助 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圣灵 因着圣灵的帮助 生命会改变 圣灵到这边来 但是耶稣把圣灵求父 父就赐给我们一位保护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 让祂永远有我们同在 很多人忽略了 这个约翰福音14章的15章16章 这些经文 忽略了 或者只是把它放在嘴巴上 讲一讲就过去了 圣灵会改变我们的 我们整个一个成圣的道路 是靠着什么来的 靠着谁 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想我这样讲 王院长大概不会反对 是靠着圣灵帮助我们 真的 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若不是圣灵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 来行所有的事情的话 光是我们的生命就不会那么容易改变 感谢主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吗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